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想什么你都会去留意 这样在一起人心有爱疲 看着有你我不会客气 天空暖暖 微风暖暖 看着你的脸 她是永远吗 你说过想要永远和我在一起 我想什么你都会去留意 这样在一起人心有爱疲 反正有你我不会客气 她是永远和在一起人心有爱疑 她是永远和在一起人心有爱疑 天空飘来五个字 那都不是事 金娜 张鹏 来来来 请坐请坐 你 你这个本人比那个照片长得还好看 像仙女 我的情况你都了解了吧 差不多吧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详细的话 你可以直接问我 没没没没关系 你尽管问 例如我的存款 我家的房子是不是学区法 就咱俩不相了解了 才能进一步的发展 对不 这环境不错 哦 这环境我选的 你看 那儿还有英文字母的 我可不可以问你呀 问吧 听介绍人说你离过婚哪 离过 为啥呀 没啥 有孩子吗 怀过吗 你不行啊 还是他不行啊 他行不行跟我没关系 要是你不行的话 那可不行啊 我妈等着抱孙子呢 他肯定不敢 今天我要不来见你的话 我妈也不敢 你啥意思呀 咱俩约会 是你妈逼着你来的 行了 你走吧 去当我来买 你这脾气咋那么大呢 是不是早坑啊 总共是治病 得治 走走 他怎么怕你呀 这 长得漂亮 可惜点 要不然啊 我今天就贬你了 爸 那熊彩 要知道你这样 我就不应该让我闺女 跟你见面 你是他妈呀 赶紧走 干 干嘛 干嘛去 那个白 那什么手机 拿到了 别丢了呀 偷听 监视 你们在这儿盯梢呢 这不是被逼得 实在没有办法了吗 你要是答应我们 一年内结婚 我们能出此下策吗 妈 我为什么要 一年内结婚啊 我正式通知你 以后我的事您别管了 别逼我相亲 更别干这特务的勾当 以后绝对不会了 还有你啊 爸 你说我妈这么干 你也跟她一伙 你妈让我这么干的 我不敢不这么干 爸爸错了 爸爸太没原则了 真是够了 娜娜 够 不是 娜娜 娜娜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 你上次婚姻 是我搅黄了不假 所以我一直就想弥补嘛 但是你得给我机会啊 这个不成 咱们再找下一个嘛 妈 上次的事我没怪您 我就求您能给我一点空间 给我一点自己选择的权利 好吗 你就绑着我跟你一块儿干坏事 早晚他跟我也得翻脸 金娜 金娜 原谅爸爸 爸爸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了 娜娜 今天这事办得确实不好 那个中间人 把他说得天花乱坠的 我也没想到是这么个玩意啊 他再说一句我就上手了我 行了 妈 爸 你们也别生气 也别担心了 我这几天就不在家住了 回单位住去 要不然每天这么忙 来回折腾也挺累的 你敢 你快说说呀 我管不了 娜娜 娜娜 我告诉你啊 你敢走出这个家门 你要是不领回来 一个你都别回来 你 说痛快了是吧 痛快了是吧 我说金志阳 咱们家什么时候 有你说话的份啊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 意见一致的时候听我的 不一致的时候还听我的 怎么这点事就记不住呢 我今天再跟你说一遍啊 今后什么时候 都看着我的眼色形式 听见了没有 说话呀 一 二 记住了 给我倒杯水 每次跟你说 每次给 就差那个标签 贴你脑袋上了 你这么一说就找他了吧 他离家抽走了 你这个卡余额不足啊 余额不足不可能了 我存进了正好的钱 动都没动过 你是不是能送我 就是余额不足 你回去查一下 查好了再过来办理好吧 你后面还有那么多人排队 等着交费呢 请你配合一下我们工作 哎 大夫您再查查 我们从外地来北京都排了半个月 对 小不容易等到船尾 不是我不收钱 是你的卡余吧 来来来来 您再 您再查查 不是 不是 我排了 你 干什么呢 要打架出去打 我排了 裴静 卡里的钱 是不是你取走的 你知道这钱 是拿来干什么的吗 裴静裴静 是 喂 所谓啊 彤彤的手术费交好了吗 卡里的钱 全部被裴静取走了 这个女人也真是的 失踪这么多年了 怎么又要来祸害我们家呀 我得去告她 妈 你先别着急啊 可能她真的有什么歧视 不然 她不会去存那笔钱的 那我的孙子怎么办呢 喂 要不 就把家里这房子给卖了 妈 你把房子卖了 我们就没家了 我来想办法吧 好 黄正乖啊 等一下爸爸就回来了 这就那吴童啊 是的 金大夫 他家长呢 他爸爸出去了 让我帮他召开一下 你好 我叫你童童好不好 我是你金娜阿姨 有什么不舒服呢 跟阿姨说 让阿姨听一听 吴先生 这位是童童的主治医师 金娜 你好 金娜大夫 今天早上的事 对不起 不用那么客气 家属出来一下 我得给您说一下 本来手术是安排在二十三号 但是你们费用还没有交齐啊 这样的话后面手续就没法办 还是赶紧把费交了 不然一直往后拖 对孩子不好 我会尽快交费的 来来来来来 喝啊 喝这个 你们都让兄弟羡慕啊 不是烤了盐 就是在外纸上班 那我可比不上了 这一点你们一个个都比我强 强什么呀 你天生就有北京户口 哪像我们呀 还不定婚到多少年呢 说到这一点呢 又另当别论了 我跟你们说啊 其实啊 我不骗你们 我爸妈呢 帮我在北京连婚房都买好 大三居 到时候我就把媳妇也娶儿子一生 人生大事 基本完成 我 我说金伯 您父母是干什么的呀 你是富二代吗 那我爸呢 就是一个小公司的头 我妈开了家小医院 富二代啊 富二代啊 我说了 还行 还行 来来来 喝起来 来来来 喝一口 嗯 兄弟啊 敞开了喝啊 今天全算我的 都算你的啊 算我的啊 不就是一顿饭吗 多大点事啊 儿子 江湖究极啊 一猜就没好事 我新闻卡刷爆了 现在在这儿等着买单呢 怎么又要钱呢 三千 三千足矣 三千 前两天不是刚给了 你两千块钱吗 这么快就花完了 什么同学聚会啊 同学聚会花三千块钱 我跟你说儿子 不是妈不给你 你说你这一天游手好闲的 这这 妈贴补了你多少啊 我这么多少啊 我跟你说啊 这些事你还真别跟你爸说 他可没有我这么好说话 行行行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妈 我知道您最疼我了 您儿子就这么点脸面了 赶紧的好不好 赶紧爱你啊 妈 您最好了 我还得给你送去是吧 我给你发位置啊 一针就好了啊 好 坚持啊坚持啊 坚持啊 不哭不哭啊 一会儿那个就好啊 乖 再扎一次就好啊 快扎快扎快扎 最后一针了 对不起啊 我再扎一次肯定进去啊 不要打 宝宝不哭啊 乖啊 一下就好很快很快 你又快扎针不会扎针啊 不好意思啊 这小孩老动 所以我扎不进去 你技术不好 你还累小孩 不是你看他不是那样舞爪 不来吧 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你看这 技术不行你还赖孩子 我技术不行 你是不是吗 你又不是吗 你打我多危险吧 不好意思啊 什么危险什么危险 你这孩子还没想到 就是你不行就说话了 怎么说话了 别按着 别说话了 来呀 来呀 姐姐来是吧 嫂子媳妇儿 嫂子媳妇儿怎么着 她打我 姐姐 是她先过来 是你这事啊 这事没完 我没打她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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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你 我跟你说这事没完 孩子三天都没回来 你就那么游着他们呢 还不是你把她给逼着去了 那我要你干吗呀 一点又没有啊 人家当父母的都是那样 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而你呢 我每次一批评她 教训她的时候 你就哄着点 行 行行 我今天抽空上 尽早去一趟 行了吧 她都过了半辈子了 怎么这点默契都没有 还不起呀这金波 金波 赶紧起来吧 都几点了 吃饭了啊 起来 快起来 赶紧的 我不是 她都不上班了 她她又辞职了 什么 金波 赶快出来 立刻爬上 别别别别 金波 赶紧的 快点 起床 你看那个 她 你大早的干嘛呀 吃了枪样了 你们俩真是 你说干什么 你还进去了你啊 还躺着了她 我问你 你为什么有四肢 这回有什么原因呢 不是那个爸你是不知道 那个我那顶头上司 一天到晚就像打了鸡鞋似的 我跟她干有好的前途吗 你说说你 工作有两年吗 都换八回工作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你 不是 你这收获态度 确实是不积极 你应该向你姐学习 是 你们知道的 找工作这样挑媳妇这样 得挑啊 你不挑哪能挑到一个 称心如意的工作呢 你说你将来能干什么呀你 那个 要不这样 再回味龙 再去上个研究生什么的 还研究生 您太高看您儿子了 你看他的德项 我看见你气就不拿医术来 你是想吃你父母一辈子 是吗 要不这样 那个你去帮我找一个 轻松的工作 我明天要上班 你还要上班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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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 我不着急 别别吓着孩子 得有个失言过程 是吧 你跟你爸不要表示 你去找工作 找找找我 我明天肯定找 你看把我瞎了汗了出来 你们两个出去 就让我先睡了 你看 明天就去找 那都是你惯的呀 真是 不是 你 你说你 你是我亲生儿子吗 我不是你儿子 我是谁儿子妈 你看你看爸说了这话 爸 你爸气的 不是 不不不气了 就行了 行了 我先上班 回来来说 别生气啊 爸 我昨天那个 昨晚给你的三千块钱 剩的还给我 快点 花完了呢 三千块钱 一晚上花完了 这不就三千块钱吗 这不就三千块钱 妈 这不就三千块钱 妈 这炸多少枝 这多少人流 才能挣三千块钱呢 挣着钱就是要用来花的吗 他不是这么花呀 儿子 你不是清楚 你 别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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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怎么说我怪你 我真是 你还行了 听不见 我快进来赶紧吃饭 一会儿十分钟 还在动手打病人家属的 这事儿啊 没完 明明是那女的先动的手 你还敢咬一口是吧 不是 我这可有证人 老胡说 你给我做证 你让他做什么证啊 他什么都没看到 想说 别说 我 吴先生 要不您讲讲 是这样的 我和老王呢 去打饭回来 正好看到这位金娜大夫 推了老王太太一把 老王太太没站稳 就摔过来了 至于怎么起的争执 我确实没看到全过程 我只能说我看到的 可是我金娜 什么都别说了 二位 我现在大概已经知道 这个事情的经过了 这件事情让我来处理 请你们相信我们院方 你们要不然 先回去照顾两个孩子 好不好 必须啊 要严肃处理 好 您放心 好 好 方主任 真的是他们的错 你看金娜姐的胳膊 都烫红了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呀 没事 没事 你不是不让我说吗 行了 没事了 主任 我想事情的经过 室内的监控 都已经录下来了 没错 是我们医术部经在先 可是我们已经做了 极力的补救 病人家属出手打人 我只是自卫挡了一下 我并没有推他 反正您看监控 就都明白了 行了 我知道怎么处的 主任 这次您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 不说这个了 赶快治疗去吧 快去 那钱 走吧 来来来 你们都过来过来 那个 注意了啊 大伙放下手里活 我这宣布个事 行政部门 传达咱们领导的指示 这不快过节了吗 公司决定 给咱们每个人 都发放点福利 一个人 两箱牛仔 五罐奶粉 那个 下班以后 都让餐馆去领去 咱今天晚上吃火锅去吧 行不行啊 好 好 咱一起去啊 我 我就不去了 什么叫你不去了 不让你出钱 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啊 我得回去吃饭 还那么回 你不是天天回家吃饭吗 真是的 秦大姐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 看你平时老板这脸 不太理人 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 没想到今天 你对别人还这么好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朱莉亚的好朋友了 我怎么就给你这样了一下啊 不过你的技术也太差 是该好好练练了 秦大夫 你的手 我手没事 谢谢关心 什么事 爸 你怎么来了 真不回家了 不想回去 回去也就听我妈唠叨 我自己的生活 都不单照我自己的意思不管 那个咱们今天先回去 听爸的好不好 您要我回去也行 您能保证我妈 不让我跟别的那些 乱七八糟的人相亲吗 这个我保证不了 那不还是吗 这两码事 你看 我跟你妈 过了这么一辈子 老听她的话 这不也过来了吗 我可不想像您那样 在我妈面前窝囊一辈子 当然了 您是爱她 我也不是不爱她 我就是烦她这样 闺女 这样 今天晚上呢先回去 住不住 咱再单说好不好 好 你妈可说了 要叫不回来你 我也别回去了 她就知道欺负您 那 那行吧 晚上我回去 不过今晚我有手术 手术完了晚点 行行行 晚点没事 说好了回去啊 等你啊 好 您慢点 小张 您把这个穴位按摩 今天再练习一下 把所有穴位的名称 和作用激励 全部都背下来 行了 去吧 黄大夫 我来了 来了 几天不来啊 还真想您 真想您 这以后不能在这儿 这腰痛啊 再挤针就好了 不就这儿吗 对对对 就这儿就这儿吧 准吧 这准太准了 真是就是这儿就是 您先上楼等一会儿 大大楼上肯定了 干吗啊这脸子 我刚说你闺女那儿回来吗 跟您会搬点情况 赶紧的 快点 快点快点 快跟我说 那个肯定是想通了 想承受错误是吧 不是 你没发现上你这儿来的 都是男性中老年顾客 这怎么了 他们都想方设法找借口接近你呢 现在小区的人 别人管你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三分暖呢 你还觉得这是好话呢 怎么了 三分暖怎么了 说明我这个认识人好啊 我说金志阳啊 别人胡说八道 你还不了解我呀 我跟你说我花之翘 行得正做得端 我开个按摩馆 我用手艺赚钱 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 你不心疼我 你还来这一套 你还在这儿吃醋是不是啊 也不说这才好 一说我又来气 我当年为什么从那个医院里 那个主任那个位置上下来呀 那不都是因为你呀 你不是让我超生 我能二人给我开除了吗 弄到现在累死累活的 我也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提醒你注意点影响不好 我怎么我就影响不好了 我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 你今天是怎么着啊 你是不想过了是不是 以后你别动不动 就把那个不过了挂在嘴边吓唬人 我这挂在嘴边又怎么了 我吓唬你一辈子 你还怎么着想翻身呢 行了我跟你说在这儿 咱 咱别吵 回家我再跟你算账 你赶紧给我汇报 就是金娜到底是什么 什么想法 一二 金娜说 金娜说 金娜说做完手术就回家 我就猜着了 必须得跟我低头夫人 那你赶紧呢 去买点黄辣丁 她最爱吃了 晚上回去我给她们做吃 咱呢 走吧 钱呢 先少啊 还想买什么呀 你别偷偷买烟去啊 行吧 这都拿着去 再看着再买点别的 回家好好准备 晚上回来 我给她们坐着吃 我欺负了她 我赶紧呢 晚上就等我了 走走走 拜拜了 特意给你姐买的鱼 结果还怎么着 手术了是吧 手术完了都可以了 你看你多吃点啊 金娜 别在家有手和弦的 明天跟我上班去 去哪儿上班呀 别得找着工作了 跟我们那儿销售部的 出去跑步业务 跑业务我不去 我以名牌大学 中文系的毕业生 我去跑业务 这个跑业务的 都比较辛苦 比较累 那个有没有 清闲点的事 你看看 她能干什么 学学稿子当编辑 也挺好的呀 推 干嘛呢这是 你还当编辑 那编辑 都是名牌大学 硕士以上学历的 就你 你还跟人生稿子 你别把人 坐着鼻子弃歪了 你怎么说儿子呢 就哪有这样 说儿子的真是 我跟你说 金波就是没有 选准人生目标呢 知道吗 他一旦选准了 他就会义无反顾地 向前冲 还不了解我儿子吗 就是我爸 是吗 就没有了解过我 别拿你爸当挡箭牌 不跑销售可以 给哥哥办公室 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端茶倒水 扫个地什么的 这个也行吧 你这啥 我才不去呢 就是 你看看爸啊 我这时候干嘛 拿笔杆子你让我端茶倒水 就不笔杆子 也不能给人家端茶倒水啊 就是啊 我们也不至于混成这个程度 你就惯着他吧你 这什么惯着 你不是亲爹呀 你不心疼他呀 就是 我爸这人爸 永远把他儿子想得 特别特别低 没错真是可笑 我吃饱了 妈给我点钱 怎么又要钱呢 我爸已经容不下我了 这家里我只能出去了 出去就得花钱 不许给他 妈 门口包里拿五百块钱 最多了啊 谢谢妈 走了 你对你儿子倒是挺大方 你这什么时候给我 都是里边 不明白了吧 我就不能给你钱 所以这些年 这点我掌握得非常好 我坚决不让你兜里有钱 所以你看你到现在 总是有那么大声 今天的伦敦行动 我们就讲的是 回来了 回来了 快快快吃饭吃饭 就知道你饿了 你给你留着呢 来 忙一天了啊 没事妈 我不饿 你怎么不饿呢 来 谢谢爸 看看不到三十 妈 这你怎么又来了 革命尚未成功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你什么时候答应相亲了 结婚了 我的义务和责任 才算尽到啊 孩子现在不愿意想这个事 你就让他缓缓 你怎么老喜欢强迫人呢 你给我占一个战线能死啊 我不是不跟你占一条战线 这刚回来还没吃饭呢 你先吃先吃 刚回来也已经三十多了 也不是二十岁小姑娘了 这拖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你现在不找 还什么时候找啊 都七老八十啊 就不知道我的良苦用心呢 不知道我这是为了谁好吗 行了妈 我知道您是为我好 这样吧 为了您好 我回医院出去 我 你给我站住 回什么医院呢 你干吗呀妈 我跟谁结婚呀 我这刚离婚 我嫁给谁呀 这不 真是 这谁呀 当初把人挺好的 那婚姻就给搅没了 你还介绍呢 你能闭嘴吗 不就是因为刚离婚 才更得找呢 你什么时候 你答应相亲结婚了 这个话题我就把它打住 你跟我对着干是不是啊 你说我求爷爷告奶奶 我整这个 我 我容易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不想过了呀 别拿这话吓唬人啊 不想过了 这话你跟我说三十年了 这 这话他爷有不灵的时候 哪天我坚持不住了 刘生我把你隔半道上 你还来劲了是吧 还敢顶嘴了是吧 还给我隔半道上 我这暴脾气 走 不是 你干 干什么你 不是 你干吗你 你又要家暴啊 我拿了 你别老扎硬的手 换一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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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子 你还把我甩半道上 还长本事了你还 妈 你怎么每次跟我爸吵架 都拿成渣的呀 三十年了 我天天过的都是头悬梁 追刺骨的日子呀 你爸就是一个 捏摩头 灭绝食材 你再盯个嘴 你干嘛 爸 你快拔了 敢 我给 我给你拔一个 我看看 小样 我 我 我就拔了 我进去就摸你这个老虎屁股了 怎么着吧 好 进去呀 明天 咱就去民政局 谁不去 谁软蛋 不过就不过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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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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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哎呀 哎呀 没事 没事 爸 我长这么大 可头一回看 您敢这么够骂啊 你还是赶紧服服吧 跟他赔个礼吧 要不然谁知道 一会儿还会出什么事啊 不 哎呀 哎呀 爸 您就别这样了 您什么时候跟我妈吵架 您赢过呀 去 叫我们的佩里道歉去 快去呀 行吧 妈 我爸派我来 让跟您认个错 道不歉 现在想讨好我了 晚了 谁想讨好你了啊 真要立了婚你试试 我还是一朵花 有人就成豆腐渣了 行嘞 爸 我这紧着劝你 还没玩 你以为我跟你说离婚是闹着玩的 是吧 我今天就要让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人 看看 你离了之后你还是不是一朵花 而且我还告诉你 离婚之后你净身出祸 一个子都别想得着 行了 妈 真要立了婚我一个不丝都不拿 你们这干嘛呢 天天吵天天吵 你们吵个够吧 我回医院了 别 真要离了婚 我就解放了 我就脱离苦海了 彻底解放了 彻底解放了 竹子 小小气 喝杯深茶 不喝 明天咱就去民政局 打也打够了 你看 气也撒够了 我给你赔个不是 是我的错 咱要是真离了 得让杰弗邻居笑掉打牙 行了 来来来来 喝了 你不喝 那我自罚一杯了啊 你叫我喝 就不能给你一点好脸 大方给你好脸 你就蹬鼻子上脸 我告诉你啊 提离婚你连资格都没有 要提也得是我提 华氏笑 好说再说都不行了是吗 怎么着 不就离婚吗 离 不离你这不踏实 谁不离谁孙子 谁怕谁呀我 对 谁怕谁呀 离 谁不离谁 孙子 爸 你带衣不错呀 这么大一个挺勤你的 你怎么惹着花姐了 问你妈去 多大点事呀 花姐 滚出去 去 等会儿 等会儿 要不 你再考虑考虑 后悔了是吧 害怕了是吧 晚了 不是 等会儿 这么大的事 咱俩跟孩子们商量商量 可是没什么好商量 走 我可告诉你 进了这个大门 那兴致可就变了 变就变吧 你不是厉害吗 你不是厚吗 你不顶嘴吗 你不是牛吗 离婚 看两位都这么大岁数了 孩子应该都成家立业了吧 这正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 非要走到这一步吗 你再考虑一下 没什么考虑的 赶 赶紧办 我还有事呢 阿姨 这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 经常会有离婚的想法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很多人离了婚以后 这百分之八十的都后悔 我 我这人做事 从来没后悔过 赶紧办 华之娇 别逞能好不好 听人劝吃饱饭 你再慎重考虑考虑 这刚硬一概 那可真理了 怂了是吧 跟软蛋 早干嘛来着 你不是一朵花吗 你不是牛吗 我跟你讲 金正阳 你这一辈子 你都没干过一件 让我瞧不起你的事 今天你就干一回 你就男人一回 你让我看看 你就一起一回 瞧不起你 李 李 李 行了 回家吧 那个 你车放哪儿了 我问你车停哪儿了 咱俩不是一家人了 这 这不都离婚了吗 妈呀 真离了 可恶吗 真离婚了 咱俩 我刚才要劝你事 你再考虑考虑 你说不用啊 你什么时候劝我了 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 我怎么没听见呢 那你说了就不承认 我接下来问你说 是不是跟孩子们 商量商量商量 你说也不用 那加上这 也 也没事 没事 咱俩也没离开呢 跟 跟他说一声 就说咱俩没想好呢 赶紧换来 换回来去 换什么换呀 这 这什么地方啊 钢印都盖上了 这是有法律效力的 这是 你怎么拦着我呀你啊 你知道我这人 性格特别冲动 我一线冲动上来 我就拱着不住 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你为什么不说呀你 你 你嘛 我是软蛋的 说我不硬气啊 不是男人呢 那 那我 最后我硬气一回 那现在怎么办呢 真理了 你看看你多不小心啊 腰现在好没好 好点了 以后可不能跟人家这样 听见没有 我不是气的吗 那护士把孩子扎出血了 那你也不能拿开水磅 人家身上泼呀 这要是 万一有点事怎么办呀以后 你们说什么呢 没 没说什么呀 所以说 是你太太先用开水磅的金医生 然后金医生推了你太太 老胡 咱们可都是病人家属是吧 咱们得自己人 向着自己人是不是 对对对 要是你的孩子 在这医院里被人欺负了 我肯定 第一个出面请你 不用 我会跟方主任解释的 来 来 老胡 老胡 金大夫 进来 彤彤最近状态不错 有什么需要的尽管问 不过我还是建议你 尽快抽钱给孩子做手术 因为拖一天有一天的风险 我来不是为了儿子 我跟老王了解过事情 发生的经过 我刚刚也跟方主任解释过 对不起 没弄清楚就乱说话 这个效果挺好的 就当说给你赔罪 就这样 老金啊 干嘛呢 那没去吃饭呀 没啊 很饿啊 不饿啊 怎么了 没怎么 是吗 又跟嫂子吵架了吧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今天晚上不是聚会吗 咱一块热闹热闹去呗 不去不去 老回那家有什么意思呀 成天就看着一张黄脸婆 老打架 走吧 热闹热闹唱唱歌 我这嗓子你也知道好听 行 这就对 走 走 等着啊 收拾收拾 妈 做饭呢 怎么了 开热闹呢 开热闹呢 想什么呢 小心切到手了 赶紧做饭吧 饿死我了 还在跟我把神奇呢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正在网上写东西 网上有一波的资料显示 现在中老年的离婚率特别高 说是什么呢 他们现在这个年龄 就属于秋后的马上 怎么着就想蹦他几下 然后找个年轻的 把盐皮给甩了 看看他现在几点了 几点了我爸还不回来 他就是想造反 这回啊您一定得好好治治他 我得出去一趟 我忘了通知一件事了 我自己弄点吃的啊 小心点啊 亲自羊啊 让你不借我钱 让我帮我好好治治你 有你好说 咱们下面有请咱们的头儿 老大哥 金主任 我们在大家 来一个好不好 好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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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老金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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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瞅瞅你瞅瞅 又都不是外人 你紧紧张什么呀 没来过这地方 唱歌之前呢 我想问你两句话 以前呢 让你参加我们那圈 跟我们一起混 你不来 天天都要回家 今天终于 跟我们大家伙一块混了 您老人家有什么感受呢 这个 来 好 来 给大家说说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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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同事们共事这么多年 还真没一块出来过 今天同一个出来 感觉是 很爽 还以后有没有朋友 能告诉我啊 那嫂子呢 嫂子怎么了 我来都管得着吗 嫂子不管 她敢 你不怕 我怕她 你不怕她 我怕她 啊 你不怕她 下此 我 抱你 你哀 你哀 我 舌 义 我 你哀 我 咱 你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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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双双 你遇见我 我遇见你 于是我们都想了 你看着天 我看着云 想想你在想什么 你的眼睛 好像清醒 里面是否会有我 花香似翼 微风吹过 没有什么不可以 然后你就撑了我的宿命 然后悄悄打听你的消息 他们说你喜欢甜甜的东西 我就试着试着努力 靠近你 我以为他爸有病啊 你年轻 你脾胃有长 你的眼睛 好像清醒 里面是否会有我 花香似翼 微风吹过 没有什么不可以 我看着你 你看着我 想说的特别多 春去秋来 花开花落 你在心里没离开过 然后你就撑了我的宿命 然后悄悄打听你的消息 他们说你喜欢甜甜的东西 我就试着试着努力 靠近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听你的小尊 我的宿命 然后悄悄地听你的说 他们说你喜欢甜甜的东西 我就试着试着努力靠近你 谢谢你成全我的幸运 那么和你再见而过 他们说爱情长长会有折磨 我只有奋不顾身学情 没有不过 你遇见我 我遇见你 于是我们都笑了